其实要来营救张安伟 大家最要知道就是他现在到底是健康状况怎么样 人虽然说是活着 但健康状况是不是如现在消息告诉大家 已经起了一些问题了 那重点是哪个组织绑了他 到底有没有输尽这件事 所以接下来的一些相关的一个重点 我们请林医院来告诉大家 菲律宾他的因为贫富不均 所以他的药物非常非常贫乏 过去因为菲律宾在台湾的非劳很多 他很适合他来台湾以后 他觉得台湾的药品很有保证 可是菲律宾的药品都来自巴基斯坦跟印度 论金去卖的 所以他们品质不好 其实我倒觉得说 世界任何国家只要国际的红石智慧 人道救援的组织 用药品健康的方式去协调 包括说不管是他是叛乱的分子 都有需要药嘛 但是人道组织去了 国际红石智慧去的 一般不会去绑国际的人道的红石智慧 如果说是基于人体健康的因素 你也可以提供给这些叛乱的军人 看来还是要这个国际 我们是站在人道的立场 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得到一些讯息 让阿布萨耶夫他们一些组织 回报一些讯息说 张安威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知道是人质是安全的 但是健康的因素很重要 如果张安威他的健康因素有问题 他会每况愈下在那个环境之下 因为没有药品的话 就在自己的